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蔣文君 我是韋汝 韋汝 我們年紀越來越大了 我沒有 你沒有是不是 你逆時光而行就對了 好啦 那你想像20年之後 你老的時候你最怕會怎麼樣 我最害怕我眼睛花了 把你看成劉德華 真的假的 因為其實我是金城武 柔醫師 我們人難免會老 其實我們老了會面臨的健康問題 最主要是哪些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以前講糖癌色病 發癌症對不對 因為我們最近包括國健署 跟很多的醫學的一些 專科醫師呼籲 其實我們現在講 肌肉跟骨頭是很怕的問題 對 以後我們像骨中症來講 其實我以前有案例是這樣的 他是兒子來看病 結果媽媽陪他來 就過來大概兩個月 媽媽突然沒來 我說媽媽到哪邊去了 他說媽媽那天在浴室滑倒之後 起不來 馬上上醫院去 他的腰椎第四跟第五腰椎垮下去了 腰部性骨折 所以台灣的骨中人口真的很多 這關要小心 那他肌肉 其實肌肉越來越少 我覺得我每次來這個病人的評估來講 一定先看他肌肉夠不夠 每次病人叫 劉醫師 我肌肉夠不夠 我們核心 四肢的肌肉 現在肌肉組成非常容易判斷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比較久做不太運動 肌肉少了之後 我們身體核心也不好 然後我會頭暈 我膝蓋推到非常快 所以肌少症其實很大的問題 但是肌肉跟骨頭是兩個好朋友 其實一個骨頭少的話 你看肌肉也不是很好 還有一個最怕的失智 你知道他們的神經內科 他們做個統計 大概去年統計 少估最少台灣29萬的人已經罹患失智 這麼多 對 我跟一個神經內科醫師討論過 他說其實這是低估 因為很多人他沒有看病的 他以為就是說 兵臨就是早期認知功能失調的 所以事實上整個台灣失智的人口 應該超過30萬 我們如果家裡有照顧失智症的這些家族 就知道了 照顧失智非常辛苦 很多人跟我們講說 劉醫師 我們要怎麼調 讓自己不要有失智的問題 但癌症是大家覺得 我們常常講這個癌症叫預防方癌 所以事實上我們最怕老的 這四個重點 我覺得大家都談這個話題 對 因為我們以前都在講談癌色變 因為癌症因為都是史達斯的電影 殘年30幾年了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怕說 自己老了會不會得到癌症 然後大家去做健檢 大部分也會focus在 我要做一些什麼腫瘤指數 我要做正直掃描 掃一掃我有沒有得到癌症 可是對有一些 我們日常生活中 其實它的發生率 根本不亞於癌症 比癌症多很多 而且它的死亡率 其實也不會輸給癌症多少 我們都忽略了 像一些骨頭疏鬆 肌掃症 像這個失智症我覺得很可怕 也許它不會讓你死 但是我覺得很可怕 如果你今天有親人在那邊 比如說身體躺在床上 你去照顧他 也許你不會覺得很累 可是如果你照顧他 他都叫不出你的名字的時候 會很傷心 你就真的覺得很累 所以這個失智症真的是很可怕 講一次我們常常在講說 骨鬆加上肌掃症 他們說這個叫做雙子殺手 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兩個 當然我們以前壽命沒那麼高的時候 這個根本不是問題 以前也許你雖然停經後不久就掛掉了 就不討論這個事情 問題是現在因為停經後 婦女的平均餘命 已經超過80歲以上了 對不對 所以你就停經後很長時間要度過去 那停經後婦女被報告說 她的骨鬆症的風險 大概叫25% 25%的病人 那四個就有一個了 很高 男生不是沒有 男生是五個就有一個了 就少一點 為什麼女生比較高 女生因為幾個問題 她在哺乳階段 她會損失大量的骨頭 第二個問題是女生骨本比較不夠 我們男生長的骨架比較大 因為你們都要減肥 對 男生比較沒有care 有 所以骨架大的 到時候在消食的時候 消耗的時候 她就比較夠本 夠本一點 對不對 那女生肢骨比較小的 對 她到時候消耗的時候 大家等一樣速度消耗 你就先不夠 男生年紀比較大 對 那大家真的不能忽視 像這種骨鬆引起的骨折的傷亡 你要知道骨鬆一旦引起骨折 你如果躺在床上 沒辦法起來 沒辦法因為我們的手術或什麼 矯正然後趕快站起來的話 她床上一年的死亡率 跟大腸還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一年要去掉20%的人 很可怕 而且如果躺在床上的話 大概一半的人以後 就是說生活變得不能治理 所以這個東西會造成 個人很大的折磨 家人很大的負擔 負帶著很高的死亡率 對 就好像江小三一師剛剛講的 停經後婦女的比例 就是四個裡面就一個 男生是五個裡面有一個 當然跟女性停經之後 那個女性荷爾蒙的降低有關係 因為女性荷爾蒙本來就會造成 如果流失的話 本來就會造成你骨質的疏鬆 剛剛江小三一師講得很好 我們以前的婦女 人家說人生七十 古來西 你五十幾歲停經到七十 大部分都六十幾歲 五十出頭就死掉了 你根本來不及骨鬆就再見了 所以以前的人不會去講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動不動就活到八十歲 九十歲的 這個非常非常的可怕 而且最可怕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骨鬆如果你一跌倒 你跌倒的時候大部分都會斷這裡 如果髖關節一斷 就算你去換了關節之後 你也大概有一半了以後 沒辦法正常要走動 所以你都要靠一些什麼外勞 或是家人來推輪椅 或幹嘛要幫你 而且因為你躺在床上的時間會很長 很多人躺在床上的時間 可能就肺炎了 或者是肌肉就缺少了 可能就死掉了 你想想看 一百個人裡面 因為這樣子如果骨折之後 有二十個會死掉 跟癌症有什麼不一樣 基本上不相上下 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非常非常恐怖 但是我就想問 為什麼骨鬆跟肌鬆 他們永遠都是一起發生 其實你看我們骨鬆旁邊 我們要運作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比如說你踩重力 注入磁聯 還有肌肉去運動 當我們運動不足或肌肉縮小的 代表一個重點是 你的骨頭承受的力量 是機會會少很多 我們在骨頭裡面 一個平衡 一個視骨細胞跟層骨細胞 當我們運動或承載力量 不夠的時候 它破壞骨頭細胞會比較活躍 當然其實還有其他原因 比如我們剛剛談到 就是荷爾蒙的問題 我們在女生來講 其實我們台灣 平均女生停經 停經是大概49歲 可是現在他們婦長醫師發現 停經是往前的 持激素缺少是最大的問題 另外來講 我們男人也不要太高興 男人其實以前說55歲停經 可是我現在發現 男人的搞不同也一些提早下滑 也是提早下滑 壓力太大 這些東西來講 造成荷爾蒙下降 確實是我們骨頭發生 還有肌肉減少很大的原因 其實還有一部分 我們現在醫學研究 做得比較多是跟基因的變異 我們很多人來講 現在發現在停經後的婦女骨頭 我們的基因的遺傳的 佔的比例的話三成 也就是說大概有三成的女生 是家族遺傳的 我碰過最年輕的骨頭 一個女孩子是25歲 這麼年輕 她骨頭來的時候 媽媽其實媽媽40歲 就因為骨頭在用骨骨針打針 所以她很重視這個 她後來有一次見解杯是 把女兒拉去 女兒說我幹嘛去做的見解 她說你坐我看 說應該沒問題 一坐女兒 她的腰椎低節已經骨頭了 另外有點骨質流失 就嚇到了 所以我碰過最年輕的 這個後來我們幫她 用一些基因檢測 她確實是有點基因的突變 所以我們大概講 三成的人在骨頭 或者肌肉少 是跟基因突變有關係 不過大部分還是跟荷爾蒙的缺少 是有關 對 因為荷爾蒙缺少 不管是男生的男性荷爾蒙 女生的女性荷爾蒙 總是要掉下來的 沒錯 為什麼肌肉跟骨骼 骨中的樣子都在一起 因為可以鍛鍊骨骼的動作 通常都可以鍛鍊肌肉 可以鍛鍊肌肉的動作 通常會鍛鍊到骨骼 運動 所以你一定 這兩個東西通常都是一起缺乏的 我只是說 你的骨頭外面就包著肌肉 如果你的肌肉很少的話 你跌倒 就直接就撞骨頭 剛好容易斷掉 如果你的骨骼非常的強壯 你這樣掉下去 你的肌肉 骨骼當然比較不容易出現 所以永遠都是一起的 沒辦法只鍛鍊一種的 所以一般人在增加肌肉的時候 通常都會去找教練來訓練肌肉 但是如果說 我今天肌少生又骨鬆 我完全不理他的狀態之下 會發生什麼事 你教練 那就很慘 當然有些人是比較特例 他就覺得說 我骨鬆我就來補蓋就好 所以他們就會有另外一個 獨門藥方會找我們王大哥吃 好 燉排骨 我有一個學生 我有一陣子沒看到他來 他說他在補蓋 我說真的 好 補了幾個月出來 我嚇死了 你的蓋好多 整個人很走對不對 很胖 因為他不是運動邊吃邊補 他是想說補蓋 補蓋 然後每天就吃吃吃吃 什麼都吃 老師 我現在蓋用 我現在吃吃蓋用 他在經過跟他一些講解之後 他才發現說 不是吃蓋 是要鍛鍊 鍛鍊才會有肌肉壓力 肌肉壓力 骨頭承受壓力之後 他才會有骨質密度會增加 因此他是一個極端的人 所以他就開始鍛鍊 可是你要知道 你已經胖了 多了三四十公斤的 脆肉在身上 你突然間強度拉高 對你的心臟負荷就會增加 然後他又愛面子 想說男生 別人拿多少 我也要跟著拿多少 你只是看起來壯 胖 但是你不是練出來 已經有肌肉量 你跟人家拿同等的重量去舉重 就聽到啪咖一聲 骨頭就斷了 負重太重 那你要如果想要骨質要好 一定要循序漸進 有營養補充加上適當的鍛鍊 他才能夠讓你的骨骼強壯 還有適當的做一些太陽 也是要循序漸進 韋汝你知道要怎樣看 自己的肌肉量夠不夠嗎 自己看 對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 如果你去醫院或是哪邊 一些健康中心的時候 他有一些儀器 是可以站上去 就量出來你的肌肉的分布量 但是平常在家裡要怎麼做 把肚子掀起來嗎 看沒有八塊肌 可以 那是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我們肌肉很多地方 大家都知道肌肉很多地方在腿 腿要承重 大腿可以量 其實小腿量更準 小腿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這樣做就好了 我們就蹲下來 把你的手 兩隻手 這個食指跟大拇指這樣子 圈起來 圈你小腿最粗的地方 最粗的地方 你可能要上來一點點 最粗的地方 這邊 正常來講像我這樣子 如果圈不住的話 代表小腿肌肉是OK的 像韋汝這樣子 超過一點點的話 其實他就有一點點的肌草症 好不好 所以韋汝為了要減重 你看搞到自己肌草症 但這樣子的話 師傅我們是不是平常在家 要做一些肌肉的訓練 當然 你家人可以教我們一些動作 在家只要花10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讓你遠離肌草症 那當然可以 10分鐘對大家來講實在太簡單了 因為你沒追劇都不只10分鐘 至少要3個小時起跳 對 你可以站起來 在廣告的時候 把雙手插在腰部上面 我們也先檢查髖關節 從髖關節跟你的肩膀胸椎 做一個極曲 曲曲 脊椎的運動 這個怎麼有點 要會跳舞的人才會 這很難 這樣全身放鬆 放了完 從膝蓋 懷關節 整個脊椎放鬆 放鬆完之後 加上一些手臂的延伸 吐氣放鬆下來 吸氣往上 哈哈哈哈 這精髓是後面大笑的地方 對不對 兩天常笑是 因為我們常要保持心情愉快 然後把脊椎延展 拉長 深入吸 對 真的很快樂 OK 這如果在水裡面 好像蝶式的感覺 對 你怎麼知道我的專長 就是蝶式是不是 OK 要用蝶腰 全身放鬆 這整個脊椎 你的椎間盤中間的空氣 會慢慢的拉長 OK 會長高 真的假的 那第二招呢 第二招叫西班牙鬥牛式 鬥牛 怎麼搞 你可以把那個褲拿起來 做手部 老牛 老牛 不要這樣 他可以增加自信心的感情 對 當我在移動的 基本上我已經扭腰轉胯 在甩部的時候就這樣 手腕跟肩關節 肘關節 同時是需要運動的 OK 那牛有運動到嗎 牛有 因為牛要跟著我一起動 真的 那我們最近發現有很多同學 年紀大了之後會抬不起頭 那也有可能是滑手機滑太多 所以他那個水牛肩就特別的嚴重 這一招我們可以改善他的水牛肩 怎麼做 請王大哥幫我做一個護胸動作 雙手穿過他的背 水牛肩通常就是頸椎 大頸椎這邊會有一個富貴包 那你就把他壓下去之後 讓他全身放鬆 那我在移動的時候 就有點像鬥牛 下壓 左右前後壓他這樣是不是 左右前後 配合呼吸 吐氣 伸展他的胸大肌 然後讓肩胛骨放鬆 有沒有聽到彪一聲 彪一聲 脊椎腳症 尼柚老師有什麼感覺 這樣兩個人都感覺很累 很累 都有運動到 你有感覺後面被拉開的感覺嗎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穿這個衣服 比較不方便 我覺得如果穿這種寬鬆一點 其實他這樣拉的時候 其實就等於是他 好像在推拿 在做脊椎的腰 在調理的感覺 所以小娟老師這兩招 一招仰天長笑 第二個西班牙鬥牛士 交給各位 不但可以放鬆心情 還可以增加夫妻線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 在你看電視的空檔 可以預防你的基礎 在這裡可以預防鼓鬆 另外你覺得自己現在 可能四五十歲很老嗎 你覺得要抗老還來得及嗎 下一段回來告訴大家 其實你現在開始做 抗老也來得及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